如何替孩子安排最充实的暑假 新北市18座运动中心 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暑骑营队 像我们所在位置土城运动中心 就有全台湾唯一的冰箱运动营 除此之外 2024冬季清澳的选手也在此地集训 让他们出国争光无后顾之忧 我们运动中心代表一个城市的进步 新北市100年以来陆续兴建三炉 土城金山中角湾等18座运动中心 包括一座运动公园 位于金山中角湾的水上运动中心 土城滑冰场都是全台湾唯一 运动中心从无到有 是全台湾数量最多 运动人口比例的成长幅度也是六都第一 我们的运修中心 其实在新北市做得相当的不错 当时在建制的时候 我们除了提供给全部的市民朋友 可以好好去运动以外 我们每一个管所 都会建制一个符合全国赛事 或是世界赛事比赛标准的场地 可以每一个我们的选手进到里面去做训练 除了硬体设施 新北市举办的大型运动赛事 更是享誉国际 3 2 1 Let's go 湾金石马拉松在2022年 被世界田径总会认证为 全台湾唯一的金飘迁赛事 还有众所瞩目的亚洲首场世界壮年运动会 将于2025年由双北市共同举办 国内重要的职棒直篮赛事 新北市都有在地主场 包括新北国王 中信特工 富邦汉将 都让球迷涌入新北市带动地方商机 基本上是以拔尖顾底的概念 我们希望全面推广 可以挑出优秀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我们希望有系统的让我们孩子 从小学 国中 高中 他可以不断的在 这个升学的过程中 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 离开学校了 可是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那一样的 他如果是我们 这个好的选手 继续培养的 培育的时候 这个膳食费 住宿费 营养费 教练费 我们还是提供补助 新北市对于我的话 它是提供了 一年大概有50万的训练经费 那我能运用在我的教练费 跟物理教育费 还有我的营养金上 那其实对于 东京运动选手来说 我觉得这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兵工公主这边 跟新北市政府都 很积极的去协助选手 去做一个时间安排的动作 能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就能够顺利的上兵训练 新北市政府提供选手 国手实际帮助 明年也将成立体育局 未来将整合资源 栽培各项体育专才 发展运动产业 也照顾更多杰出的运动选手 给予他们更完善的协助 未来继续朝向 接轨国际的运动城市迈进 新北市罗婉婷 曾俊伟采访报道